好,我只是用來潤一下Peng 雞扒上了麵粉之後 放一塊雞扒進去 慢慢去煎 不好意思,剛才按錯了按鈕 所以就弄到要變成有Part 3 煎的時候,我們皮就放下 先煎皮,有皮那邊 肉那邊後來才煎 亦都不用這樣做的飯 調小小火,慢慢煎 給點心機慢慢煎 不時看看麵 看看味道 不用大火,小小火 無求有些雞油逼出來 做一個真的脆的感覺 就不是因為有些粉在這裡 我們令雞油逼出來的雞皮脆 好像薯片那樣 這樣就是這個 看不見 我看沒甚麼放夠下去 那些油在雞扒上 就這樣就要煎出來 會不會走出來 五五左右 所以兩滴雞肉已經是足夠的了 我們煎肉底筆不需要多用 好,那我們也要 時不時 偷看看後面 甚麼風光 看看有沒有煎 三個很厲害 高等生 三個 再逼它 多些油出來 剛才看不見那塊雞扒 它成了一個棒 但是現在雞肉走出來之後 它又留在那裡熟 其實我放粉 只不過是想保護雞肉 或者它的肉就沒有那麼容易走出來 而不是想令到它的麵粉 光下來脆 我想的 用回那塊雞皮的脆 好,那我們把雞扒放在前面 把雞扒放在前面 把顏色都吸引 金黃色這樣 成為雞皮 煎雞扒 最少要煎肉 但是原來要煎另外一邊 好,那煎雞扒就差不多完成了 煎到底面 才有些金黃色 這樣就 拉大一點的火 反拉轉 再煎一煎平 因為它在那邊涼了 一凍的時候 一個大火 會有更加多的油 走出來 要是由這個東西 它裡面冷 就會向熱的火 那方面走出來 因為油不斷滴出來 好,這樣就完成了 煎一塊雞扒 這樣就可以切開 一拉一拉大火 反過來再煎 是不是更快 燒肉一樣 你看,硬到 硬到 硬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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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硬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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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可以切開 然後切開 切開 好,切完後 一塊香脆 香脆的雞扒 完成了 也可以倒些雞醬來蘸 或者如果人多 那天晚上可以做一個雜菜沙律 那些 羅馬山菜、洋蔥、青椒 給意大利黑松 炒好之後 煎一塊雞扒 煎幾塊雞扒 這樣就很好看 希望大家熱愛人 喜歡煮食 我今次都盡量大聲 也盡量不會受震 盡量先保持它 不是不會受震 我盡量令它不會受震 好嗎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個香煎雞扒 記得 Ben Can You Can Jai Can 多謝